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个 jij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邵喵喵喵 喵 其实这首歌 如果有一个故事 我可以讲一下吗 对 大家想知道 因为我在北京 因为做医院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太顺 那最不顺的时候 感情经历也不是很好 然后后来养一只猫吧 想有一只猫陪我 然后他在三个月之后 他得了一个猫瘟 就带他去医院 医生说他是猫瘟 可能这两天就去世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强救一下 我就坚持救他 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 我就拍他一下 把他拍起来 等到他第七天的时候 开始吃东西 抖吃猫粮的时候 我当时就哭了 我一定要给他写一首歌 不知道该怎么写词的时候 然后他就跳上来 然后一直喵喵喵喵喵 然后我就那就 就叫猫叫吧这首歌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猫叫好像不太好听 然后就随便唱 我们一起去猫叫 然后就这歌就出来了 我们一起去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名城下的家 爱又喵喵喵喵喵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 也有他一半功劳吧 然后 谢谢 好可爱 竟然是这样一个故事 大部分都觉得 这首歌毫无营养 其实这首歌很简单 就是写给我家猫的 听着好玩开心就好了 没嫌 要变成你的猫 来在迷花里睡着 每天都在聊着你的好 我们一起去猫叫 一起来猫叫 去猫叫 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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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叫